爱的鼓励 带妈妈走入八大林金武滑小 为学生说故事分享金丝语 孩子从实际方面 这些金丝语教学 妈妈慢慢给他们提升一下 道德方面的那种知识 像家长他们可能也是 如果孩子回去的话都很乖 爱变他们也会觉得很高兴 除了读书之外 还是道德方面也是 冲一冲 压一压 踩一踩 收起来 利用回收的资源制作各种道具 用收故事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也带出延续悟命的环保理念 只要把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这样我总是会发出幽有毒 又臭我的气 还为我带来兴趣的 生动的呈现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让人文教育以及环保讯息 有效传达 我觉得今天这个大爱妈妈 近视于讲故事 非常活泼 很精彩 也灌输了孩子 人文环境的保护的那种教育 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教育 进入学校希望我们大爱妈妈 会来进他们的学校讲故事 所以今天我们就办一场大场的讲故事 给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希望孩子们通过我们的故事 他喜欢我们大爱妈妈讲故事 走入校园 散播善种子 期许带动学生良好品德 大爱新闻 这是美之工 王日发 中开安 马来西亚报导